蔥油餅下鍋 還有油炸的蔥條 都裹著滿滿的蔥花 但是最近的蔥實在太貴 讓業者無奈的說生意很難做 蔥油餅的話 一定最主要的東西要放蔥 熱蔥少的話味道露出不來 所以為了維持餅質 我們的蔥油餅 我們就是只能堅持下去 現在可能就要少放一點 因為撒蔥好像在撒芥末 除了以蔥為主的蔥油餅和蔥條 連麵店也受到波及 因為蔥花可是小吃裡 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 這要多少 茶葉 之前的再一把不到一把 從五月的一公斤16元 到現在則是250元 漲價超過十倍 現在茶葉一定比豬肉還多 怎麼說 一把小就五個差不多 為什麼漲那麼多 原來是這樣的原因 半夜下雨 白天出太陽 所以導致青蔥油腐爛的情況 一大片蔥田 在冬天一分地能產兩公噸 但在夏天因為天氣濕熱 一分地只能產一公噸 加上今年八月 豪雨不斷 產量銳減 不論種蔥還是買蔥的人 都大喊吃不消 三天新聞許書惟 鄭晨熙彰化報導